龙哥给老妹买了帽子 据悉 由65位运动员和8位教练组成的内地奥运健儿代表团近期造访澳门 其中包括马龙 全红蝉 潘展乐等人 在航程中 马龙与全红蝉之间的深厚妇女情谊吸引了众人关注 在澳门期间 全红蝉一直紧随马龙左右 尽管他只有17岁 而马龙已经36岁 但他们的关系却如同妇女一般亲密无间 当马龙提出要喝奶茶时 全红蝉立刻响应 毫不犹豫 此外 他们还一同自拍留念 展现出浓厚的亲情氛围 马龙始终关心并照顾全红蝉 无论是在街头漫步还是购物 他都尽显慈富风范 在一次购物过程中 全红蝉向马龙询问 是否可以帮忙购买一顶帽子 马龙欣然应允 并主动为其付款 全红蝉对此感到非常开心 并向其他队友炫耀 马龙一直非常照顾全红蝉 两人在拍照的时候经常站在一块 很快成为了好友 既在香港给全红蝉买果茶之后 到了澳门 马龙又给全红蝉买帽子防晒 网友们纷纷表示 马龙这是把全红蝉当妹妹宠 只见中国奥运冠军们进入了一家店 马龙和全红蝉都去买帽子 在结账的时候 马龙让全红蝉把帽子放下一起结账 在马龙结账的时候 全红蝉在一边看起来很开心 全红蝉是中国奥运健儿代表团里的团宠 他非常活跃 喜欢搞怪 赢得了众多人的喜爱 马龙给全红蝉买了帽子 很快就发挥作用了 接下来 奥运冠军们到了户外参加活动 太阳暴晒下 马龙和全红蝉都戴了帽子 相对好受一些 对此 网友们纷纷表示 全妹真的是团宠 马龙昨天给全红蝉买了奶茶 今天给截了帽子 戴娃真的有一手龙队 你就宠全妹吧